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寶拉出身高貴 容顏爵士 還在最美好的年紀嫁給了真正的白馬王子 成為了舉國尊重的王妃殿下 然而 幸運並不止步於此 中年時她又搖身一變成為王后 但上天終究不會偏愛任何人 前半生的平步青雲並未讓她安然到老 反而就在她辛勞一生 準備安詳度日之時 一個驚天大秘密被曝光 讓她淪為人們茶餘饭後的笑柄 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去年年底 一張照片流出 照片裡的女子穿着一身紫色碎花裙 身材臃腫 臉上的膠原蛋白早已流失 神情嚴肅異常 面對媒體的鏡頭 她只是淡淡的挑眉 彷彿是無言訴說 你們不會想從我這裡拍到什麼的 而她的手正放在旁邊一個男子的身上 兩人五指交握 好似一對相愛的老夫妻 但他們的神情冷漠 給人的感覺非常奇怪 而這兩人就是上一任比利時國王和她的王后 兩人從恩愛到冷漠 從青蔥到白頭 經歷了許許多多離奇的事情 1937年寶拉出生了 她的父親佛爾科是意大利親王 還是曾立下赫赫戰功的著名飛行員 母親路易莎則是法國貴族 寶拉上面還有六個哥哥姐姐 作為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公主 她和全家人一起住在意大利西海岸度假聖地 Forte dei Marni的夫洛迪亞別墅裡 欲帶王冠必成其重 貴族小公主的課業負擔非常重 寶拉從小就在羅馬接受全方位素質教育 文學 藝術 科學 歷史一樣都不辣 還成了精通六門語言的語言家 除了母語意大利語 法語 英語 德語 希臘語 拉丁文 全都說得很溜 然而 天有不測風雲 意大利在戰爭後開始搞共和制 廢除了曾經支持莫索里尼的王室 寶拉一大家子的貴族頭銜也煙消雲散 變成了平民 不過 好在她父親的戰功卓主 家底也豐厚 所以一家子依然活躍在上層社會 天生勵志的寶拉長大後 更是因為驚人的美貌 成為了全歐洲最受矚目的名怨 亞平寧天鵝的美名傳遍天下 她那雙小鹿一樣明澈的大眼睛最視楚楚動人 隨便拍出來的照片都能讓人目不轉睛 有人說她清純可愛 似賀本 名言動人堪比格雷斯·凱莉 而且她身上還有種獨特的傲然美態 彼時歐洲貴族第一美人的桂冠就這樣落在她頭上 如此耀目的美人 桃花自然不會開得太晚 很快 寶拉的命中注定的姻緣就來了 1958年10月 羅馬的城中之國梵蒂港 舉行教皇約翰23世的登基慶典 歐洲各國紛紛淺派使者前往羅馬教廷 比利時王寺的代表 伯杜安國王的弟弟阿爾伯特王子 在此邂逅了同來觀禮的寶拉 阿爾伯特王子樣貌出眾 在歐洲也是出了名的帥氣王子 不過她的性格勉腆害羞 典禮上她看到寶拉的第一眼便敬為天人 一下子緊張地說不出話 寶拉雖然美名在外 性格卻很內向 而且以前見慣了巧舌如黃的追求者 對眼前這個臉紅的王子 她產生了好感 阿爾伯特比寶拉大三歲 兩人很快就談起了戀愛 戀愛第二年 她便向寶拉求了婚 沉浸在愛情中的寶拉欣然應孕 值得一提的是 關於這樁婚禮如何舉辦 在當時可是引起了不小的風波 信仰天主教的寶拉父母本來打算讓這對家傲在梵蒂崗結婚 這樣他們既能接受教皇約翰23世的祝福 又能回到二人最初邂逅之地關婚 實在是一舉兩得的浪漫婚禮計畫 可是 比利時政府卻反對這項提議 非讓王子王妃在本國首都辦喜事 王室甚至出動了阿爾伯特的親姑姑 意大利末代王后 瑪麗王后來遊說 不過 當時的阿爾伯特王子對寶拉非常寵愛 根本不聽王室的勸告 最終王室只能妥協 1959年7月2日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聖米歇爾 及聖古都勒大教堂 這雙逼人舉行了盛大的夢幻婚禮 他們的半個媒人 教皇約翰23世 還特地親筆寫信祝福 嫁給愛情的寶拉 眼神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 婚後 她臉上總是掛著幸福的甜笑 阿爾伯特的視線也總是聚焦在愛妻身上 她的到來 彷彿一陣清新的風吹進了沉悶許久的比利時王室 比利時全國上下都對這位天仙王妃喜愛非常 表現出空前的熱情 一時間商店裡大道櫥櫃 小道盤子都印有寶拉的肖像 就連號稱比愛瑪士更千金難求的比利時國寶級皮具品牌德利夫 都爭著為寶拉設計了好幾款寶寶 那大概是寶拉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婚後四年 寶拉接連生下了三個粉雕玉琢的小天使 菲利普王子 阿斯特里德公主和勞倫特王子 而她自己對身材的管理也是出了名的嚴格 體型一點也沒走樣 依然是輕盈的亞平寧天鵝 一家人其樂融融 是國民口中最稱道 也最羨慕的榜樣之家 比起承受著王冠之重 又晚婚無子的哥哥伯杜安國王 阿爾伯特王子生活悠閒自在 娇氣在側 兒女雙全 過著神仙般逍遙快樂的日子 然而 阿爾伯特竟然出軌了 結婚還不到十年 她就在外面有了情婦 只終究包不住火 這時沒完多久就被寶拉發現 寶拉不是個懦弱 委屈求全的女子 之後她立刻和阿爾伯特分居了 這一次 比利時王室的公關做得極好 消息封鎖得極為嚴密 對外只是宣稱王子夫婦感情出現了些小問題 並未說其出軌的事情 沒讓阿爾伯特一直以來的好丈夫人設崩塌 而她的出軌對象 至今也不能百分百倍確定 有人說是王公女官 也有人猜是脫衣舞娘 甚至還有人宣稱王子有至少兩個情婦 寶拉從雲端墜入深淵 臉上再也沒有昔日笑顏 她開始自暴自棄 整日淹不離手 還經常去酒吧戒酒消愁 活得憋居難受 寶拉的顏值也直線下降 衰老速度也加快 再也不是當初那優雅無比的天鵝 她失魂落魄的樣子眾人皆知 公眾形象一落千丈 據說 寶拉數次想要結束這段不幸的婚姻 但是國王伯杜安出面安撫 並且嚴令弟弟結神自好 洗心革面 勸他認真對待婚姻 挽回寶拉 阿爾伯特權衡利弊 覺得對妻子是真愛 最終聽了哥哥的規勸 浪子回頭 和自己荒誕放縱的私生活說了再見 試圖彌補對寶拉造成的傷害 可是 定在心裡的釘子 就算拔出來了 傷口也難以痊癒如初 依然會不時隱隱作痛 足足僵持了十年之久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 夫妻倆的關係才算有所緩和 再次結伴出現在大眾面前 可寶拉容顏不再 也再沒有當年的幸福與喜悅了 1993年 國王伯杜安突然撒手人寰 阿爾伯特代替自己的兒子菲利普王楚坐上了王位 寶拉也順帶成了王后 頭戴歷任比利時王后傳承的九省王冠 寶拉卻表情凝重 眉宇間的鉤壑藏不住思緒萬千 王權富貴從來不是她想要的幸福 成為王后之後 她接棒了嫂嫂法比奧拉王后的慈善事業 加上原本扶植藝術事業的工作 日程排得滿滿當當 責任之下 忙碌而充實的生活 在很長時間內也沖散了她的注意力 讓她不再愁容滿面 然而 平靜的日子還沒過多久 1999年 一名叫戴爾芬·伯埃爾的女子突然冒出來 爆了個驚天大料 她出生於1968年 是阿爾伯特和西貝爾男爵夫人的私生女 她母親和阿爾伯特王子曾有過長達16年的暧昧關係 消息一出 巨國震驚 據這位遺落在外的公主稱 她母親為了不破壞比利時王室的婚姻 隱瞞了女兒的身世多年 還為此移居倫敦 好在最後嫁給了英國船王 才讓她平安長大 她強烈要求和國王或者其他直系王室成員和她做血緣鑑定 還請了有名的律師助陣 可是 阿爾伯特從不承認有個私生女 而王室也始終拒不回應 法院也表示她的身份不合法 後來 不甘心的她在布魯塞爾辦了場藝術展 用一些諸如私生子 在國王的允許下私通之類 聳人聽聞的標題 向比利時人民展示她任父的心路歷程 引得不少民眾去看 她的這番舉動不只讓國王名譽受損 連帶著王后保拉 也顏面盡失 淪為大眾笑柄 由於雙方言論不一 無法達成共識 這場有關國王婚外情的爭論延續了十餘年 直至阿爾伯特退位 同保拉一同邁入80歲高齡 方才有了一個定論 因前任國王阿爾伯特被迫接受DNA的測試呈陽性 所以判定戴爾芬‧伯埃爾是她的親生女兒 是王室合法成員 理應擁有王室身份和繼承權 不過 即便如此 阿爾伯特也依舊不願承認自己同戴爾芬‧伯埃爾的血緣關係 世人並不知道 阿爾伯特這般固執絕情到底是為維護國王的尊嚴 還是對保拉的深情? 如今的保拉和阿爾伯特已經雙雙步入茂蝶之年 磕磕绊绊地走了一生 膝下也添了幾個活潑可愛的孫子孫女 不知保拉心裡的傷痛是否被撫平了一些 只是 不管如何 那段美好的愛情再也回不來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